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位 柳妍 大家都很熟悉了 多年前 就是女神 现在呢 饰演一个杀猪的角色 叫孙三娘 让人感慨 岁月这把杀猪刀 怎么还亲手递到柳妍的手里呢 掌声有请柳妍 是不是跳舞气氛就会特别好 没有音乐干跳气氛也会好 对不对 大家好 我是柳妍 今天特别开心 最近的梦华路确实挺火的 谢谢大家 比如我现在走在路上 有人认出我了 就会喊我 对 不像以前 大家只会追着我喊 燕子 燕子 没有你我怎么活呀 都是骗子 岳云鹏 没我不照样活得挺好的吗 三娘呢 是一个很敢说的人 而我在生活里啊 说话特别谨慎 所以我演三娘的时候 非常过瘾 平时不敢说的话 我在剧里都能说 有一次我演的太投入了 工作人员呢 都提醒导演 他台词里没这句 导演说 我知道 你没看他手里提着刀呢 他想说啥 你就让他说啥 其实呢 我们柳华路剧组啊 是一个慢工出细活的剧组 有时候呢 为了拍一个日落的镜头 一整个剧组 就在那个湖边等日落 你们和刘亦菲 一起等过日落吗 太难了 根本分不清哪个更美 那天其实都没有太阳 大家都只顾着看刘亦菲 都忘了看天气预报 开玩笑 开玩笑 我们是非常专业的剧组 我在这个剧里有一场哭泻 演得广受好评 大家都夸我 试演得不错 真好 真好 其实我不是一开始 就特别会演哭戏的 刚入行的时候 拍哭戏特别投入嘛 那叫哭的一个惊天地气鬼神 把自己都感动了 然后导演就说 刘亦你再来一条 我说为什么我演得那么好 导演说 你自己回来看一下回放 你哭就跟笑似的 我当时就笑了 导演说 你现在别哭 开机了再哭 最近呢除了拍梦华路 我还去上了一个恋爱综艺 当那个观察员 我上那个节目 立马就被人吐槽说 柳妍 又没结过婚 几年也没谈过恋爱了 有什么资格当观察员 去给别人建议啊 那我想 那我就输出呗 我在里面就说了很多的金句 又有人说 柳妍 这么清醒 活该单身 我就想说了 我这个年纪能不清醒吗 不光我清醒 男人看到我 更清醒 虽然我很清醒 但我妈还是会催我结婚 她还说 你再不找对象啊 就只能找离过婚的男人了 所以今天 来到效果文化 所以今天来到效果文化 我好害怕呀 我听说他们刚刚 已经为我打起来了 我现在已经四十家了 都说四十不获 其实我还挺多困惑的 我身边的年轻的朋友 都不带我去玩密室逃脱 你们都玩过是吧 羡慕你们 他们说了 带你玩不开心 你年纪大了 你被NPC追的时候 我们还得保护你 我说这不就是男生 带女生玩密室的初衷吗 他说 是 我们就年轻的女孩 那是英雄救美 救你 那是出于道义 我现在跟男生 已经不能一信相惜了 只能英雄习英雄 但话说回来啊 很多人也挺羡慕我的 觉得我现在四十家 不结婚 不生孩子 事业有成 也挺精彩的 是吧 但是其实 有的时候 我还是挺想有个伴的 开心的时候 哈哈 有个人陪我一起 哈哈 没有一个人陪我 好好 我现在不上练宗号 但是以后说不定的 刚才蒙恩就提到了嘛 续弦吧 老伴 我还有点心动 不过要是效果的人都来 我就不上了 我可不想他们又为我打起来 哈哈 我现在没有什么执念 我不再把工作放在第一位了 生活才是第一位的 没有好的剧本啊 好的角色啊 那我就安心的生活嘛 以前呢 我是为家人打拼 现在呢 家人生活也都过得挺好的 有多好呢 我妈都开始谈恋爱了 所以呢 谈恋爱就像拍戏要等得起 拍戏你可以等日落 谈恋爱也可以等夕阳红 谢谢大家 我是最美不过夕阳红的柳妍 我为什么 我为什么总觉得他的害怕中有一丝期待 最后一期了 熟悉我们这个节目的朋友都知道 我们呢 在这个舞台上 脱口秀演员们是表演过多段 漫才的 漫才上来之前呢 我一般都要把麦拿到这边来 然后我就下去了 但今天呢 我就不下去了 给大家献丑了 掌声有请我的大道 盲建国 大家好 我是建国 大家好 我是李丹 我们是建国和李丹 你知道这五年我怎么过呢 昨天的 以及 很多份 李丹 陈